纸本发票不环保,预期对奖又会错失中奖机会 多年来,财政部高雄国税局鼓励公司企业使用电子发票 今年一共有16家机优营业人接受颁奖表扬 而另外国税局每年举办健走活动 今年因为疫情改为线上进行 民众只要捐赠云端发票三张 下载APP选定健走路线完成健走 就有机会抽中大奖,可千万别错过 包括百贵业、制造业及运动休闲业 共有16位110年度电子发票机优营业人代表 分别从财政部高雄国税局局长蔡比珍手中接下讲座 象征公司企业善尽社会责任 树立环保的良好典范 16家业者总共开立了175万多张云端发票 其中高雄百贵业的龙头 就开立超过95万张 蔡局长表示云端发票不仅环保 也不用担心发票一失会跟财神爷插身而过 同时中奖机会也更大 会主动帮我们的发票储存在云端 那中奖了以后呢 我们要设定一个账户他就把这个奖金直接汇入我们的账户里面 所以你从一开始用手机来索取发票到奖金中奖的奖金入账户完全 手机帮你搞定 你只要一开始就是要把你的条码秀出来就好了 非常的方便 那你都不用去管理他哦 他会主动告诉你有没有中奖 除了鼓励企业民众多多使用云端发票 高雄国税局每年建走活动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也改为线上举办 蔡局长跟获奖企业代表共同启动线上建走活动 10月16号到25号这段期间 民众只要上活动网站报名 捐赠三张云端发票 选定喜欢的建走路线 并且上传建走轨迹 就能参加抽奖 有机会抱走电视机等大奖 我们这次这个线上的建走啊 就是很自由的 大家可以选我们这段16号到25号的期间 你有空的时候就去走 然后走完了以后 因为你要捐发票 所以你已经爱地球了 而且做了公益了 有爱心了 还有中奖的 继续使用这个APP 有中奖的机会 高雄国税局鼓励市民朋友多多运动 募集来的发票也会全速捐给在地的社福团体 并且呼吁民众赶紧下载统一发票 对奖APP 并且完成手机条码申请 设定领奖账号 不但节能减碳 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 也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得奖的机会 优优独